比较聪明的办法就是 可以把程式写得越简洁越好 就像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你可以用指甲阿瑞一符啦 阿瑞一符啦 换断 然后再取得档名 这也是一种方法 可是你转个弯 把档名改了 也是一种方法 可是就是说 看你怎么去解决问题啦 哪一种方式对你来说会比较简单 那再来就是你要想个维护的问题 程式码写越多越难维护 程式码写越少越好维护 那只是说你怎么样可以让你的程式码写得很少 所以就需要动点脑筋了 有的不是 不是说你一定要一直在写程式才能解决问题 有的时候你只是稍微改一下就可以把问题解决 所以我像我自己写程式 我会尽量 不会在程式码上面做太多的 就是说 反正你要写程式多有效率 或写得多么怎么样 我反而会想说 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而且又可以快速 然后自己以后呢维护又简单 所以这部分可以提供给大家 那这边的话记得就是注解清楚 再来就是说最后执行 执行看看有没有问题就除错 除错的话呢 我们最后其实可以看一下 看你放大多小 有没有 然后12升下看这地方有没有办法更改 那下一张 放大之后下一张 回到没有问题 下一张 也没有问题 那这个作业就算完成了 那当然呢 这个是我给你们的图档 那接下来你们自己去想一个 不要用一样的图档 那自己把它改一下 看你的用途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改自己的一个相簿 我刚刚提到 电子相簿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或者是其他的用途都可以 这个思考点 你们自己可以利用原来的一个层次 去做一些变化 做一些变化 然后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